HELLO 我是阿冠 又到了每周星期日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原神在這禮拜上市了 但是其實薩達無雙 宅惡騎士路在前一陣子也釋出了宣傳影片 不知道是不是要跟誰表示 誰才是老大呢? 那讓我們看一下 本週又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由米還有旗下的開放世界動作RPG 原神在9月28號正式上市 而玩家將辦一名神秘的旅行者 踏上屬於自己的旅程 找回失散的自信 而遊戲主打異國風情的廣大地圖 互動式的元素戰鬥系統 豐富的角色故事 以及跨平台合作的遊戲模式 嘗試為玩家帶來獨特的曾經式冒前體驗 而其實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遊戲整體的體驗度 以及遊玩感想真的都還不錯的 算是進行內真的還不錯的手機大作之一 不過遊戲中最有爭議的兩個問題 抄襲東波 雖然我沒有這麼認同抄襲這個行為 但是以阿怪的立場 如果我們能讓更多玩家玩的好遊戲 這個的部分我就會勉強接受 而至於開後門事件 我就覺得真的有點誇張了 你不僅抄襲就算了 還盜取個資 唉 不過官方在9月29號馬上就做出回應了 我是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啦 目前PS與手機的iOS是比較沒有災情的 最新治癒遊戲星座 親愛的貓咪在9月28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是一款觀察各種貓咪們 在美麗的天空島旅遊生活 並且可以跟他們交流的行動休閒遊戲 玩家可以藉由打造景點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也可以打造火車站 來邀請世界各地的貓咪們一同玩耍 在遊戲中貓咪不僅可以與建造中的景點互動 玩家也可以利用照相功能來進去觀察他們 整體而言是一個非常療癒的手機遊戲 漫威宇宙最新型態的卡牌競技手機遊戲 漫威對決 這次宣布將引進台灣 而遊戲是一款集結漫威旗下 所有人氣角色的卡牌遊戲 遊戲中你將能透過卡牌召喚出漫威宇宙的角色 在多重宇宙中和其他五位玩家進行混戰對抗 而遊戲的玩法基本和盧斯戰記裡面的英雄戰場相似 感覺又是一款燒腦的對戰遊戲 由Garena發行 講彈射授權的全新RPG手機遊戲 魔導少年 夥伴集結 正式宣布開放了事前登入活動 而結合了回合制策略玩法以及RPG經典要素 將原作角色的例會 原版動畫神優配音 經典劇情角色重現 讓玩家可以在遊戲中化身為公會夥伴的一員 招募妖精尾巴的強大夥伴 以及魔導師的身份來展開一段冒險 在東京電玩展特別亮相的《真三國無雙》 是為了進駐系列的20週年所推出的 系列最新手機版動作遊戲 而遊戲中除了會收入 系列歷代 武將登場 並與玩家們一起展開這次的手機版 全新原創的三國故事浪險外 還將收入豐富的遊戲原創模式 以及可以與其他玩家們一起共同共樂 以三人組隊戰鬥 同時可以自由切換操作角色 並採用時下最熟悉的手機動作RPG玩法 而在下禮拜又有什麼有趣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Fly Game旗下 以D-BRO代表作品 《女神之吻》為基礎 研發的收集型RPG 《女神之吻》 畢竟在10月7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在原作基礎上 增加了刺激收集率的差度以及技能動畫 並採用SPY 2D 以動感十足的動作 增加了OFF獨有的特性 提高遊戲的熱氣與具完整度 在美術與遊戲性、系統等多方面 實現了進一步的優化之外 也加入原作《女神之吻》 玩家熟悉的角色 喜歡《女神之吻》的玩家 請千萬不要錯過啊! Kokei開發的新作《剪客物語》 終於確定會在10月的第二週 也就是下禮拜上市 而遊戲是一款簡單的放置類型玩法 在遊玩的過程中 玩家不需要任何的動作就會自動打怪 玩家只需要在主下角點選頭像 就可以使用角色人物的技能 而之前我有足夠介紹 喜歡的玩家可以看右上角有連結 奇怪是有沒有人發現 主角長得有點像C876聲呢? 奇幻RPG 幻靈之歌 必須會在下週10月8號 正式上市 而遊戲更宣布 將與台灣原生的二次元IP 中瑞少女聯動合作 主角將是能激發 幻靈少女最大潛能的靈獎 穿越幻想世界 與美少女們一同一對入侵的夢魘 而遊戲將會出現 超過50名的幻靈少女 與玩家一起並肩守護這個混沌世界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拜託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